好 背後其實有很多人是默默努力的 我去拍過一個電視廣告 是中慶房屋的 有可能部分同學有看過 有嗎? 30秒 想看嗎? 想看 想看嗎? 想看嗎? 來看一下 中慶房屋 那其實30秒耶 各位 撿起來就30秒而已 但是你知道我拍了多久嗎? 一天 對 一整天 一整天 好 通信房屋熊貓篇 注意看喔 因為很快就會過 30秒 好 我看到佩洛老師 我把音響條大一點 真的超不明顯的 好 來 30秒 好 不會 我得已經結束了 有了 有了 還有 好 這是我的手 我那天開門大概150次 左右 好 一定要找到 對照片 好 正面不放 好 我的部分正在結束了 好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隱藏版的 我有站在裡面 有一個背影 好 哈哈 就這樣可以中性房屋嗎 中性房屋 對外國客戶觀察入圍 所以 買賣需求 看在準確 不會讓對你的寶貴時間 簡單買屋 快樂生活 真幸福 來 這個女主角 現在 前一陣子 剛剛 拍了一個偶像劇 她是女兒 那個 唯一繼承者 禮拜六下午 有播 唯一繼承者 她跟那個林真鑫 那個女主角 有一起拍一個偶像劇 她現在當女兒 這是 她跟我一起拍廣告的時候 這時候 各位猜她幾歲 來 我們找同學來問 陳蜜黃猜她幾歲 跟我拍廣告這個時候 18 好幾年前 18、20左右 你覺得她看起來像18嗎 這我也講過 她跟我拍廣告的時候 17 17歲 就這個時候 就打扮起來完全不像 就很成熟 之前就長這樣 17歲 17歲她很高中生 後來我們不是有一段在夜市嗎 我們從白天拍到晚上 這一段是在夜市 某一個台北市的夜市 然後封了半條街 然後就在那邊介紹的方式禮物 然後當然我們聊天都亂聊著 所以我們大概一直走路啊 然後就導演咖咖咖咖 我們就亂聊 他說欸 聽說你是小英文 我說對啊 我們這樣這樣 他說好 那一開始 那個以前輩的姿態 教我怎麼在廣告界活下去 17歲 他說我跟你講 你要拍廣告那個人 我們這樣 怎麼做怎麼做 不然他再跟我講很多 這個前輩告訴我的大道理 對還蠻有趣的一個小女神 叫陽晴 OK 我現在慢慢有曝光 真的要能夠在這個 model圈能夠撐上去 然後廣告圈撐上去 然後賺到錢 然後慢慢又往上去 真的不容易 因為人很多啊 好 蠻厲害的 好 那我剛剛有講這個廣告 30秒對不對 我拍了20幾個小時 20幾個小時 好 而且他們好像另外一天 又找另外一群人 又拍了 一天還半天 撿出來30秒 你看那個 看門看門看門看 150次 對就這樣 因為導演說 手歪掉啊 卡 從來 鑰匙沒弄正 卡 就這樣 這輩子開門 這輩子開最多門的 150次了 真的不誇張 好 所以 重點就是 退後其實有很多人的努力 像剛剛影片還有一個 有一個太陽有沒有 有一個太陽 他躺在沙發上有沒有 很累那個 你看喔 這時候都是陰天 還下雨天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後來有一個是他躺在沙發上 有一個是他躺在沙發上 這個有沒有 是不是太陽 抱歉 那同一天喔 那同一天怎麼有陰天 又有下雨天又有太陽 打超大的燈 無敵太陽燈 就是導演先拍那個影片 然後如果剛好下雨就拍下雨 還沒有下雨呢 就灑水 就旁邊有那個灑水 灑水 然後就下雨了 然後下雨之後 導演就說 太陽 然後就十幾個人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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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到外面去把那個太陽燈抬起來 然後就二樓照燈 然後就照出這個太陽燈 就太陽馬上出來 就自己可以掛太陽的意思 超酷的 就是那一次 那一次其實是賠錢的 為什麼 菁英我請了一整天的課 請假 所以整天沒有終點費收入 然後那天拍了二十幾個小時 這天我給了多少錢呢 一千五 沒有一千五 就是繼續玩的啦 就是說 哇 原來拍廣告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就是teamwork 你看到三十秒 大概是三十幾個人的teamwork 才能夠做出來 這樣一個廣告 OK 好 所以帶回到 剛才Yahoo講的 就是第一個 我前面講 我們兩個人要檢測一次 這跟你學習效果有關 那第二個呢 我們希望也把這個正向 正能量的課程的訊息 大家更多人知道 就算他們有來參賽 也沒關係 因為網路的時代 我剛講的嘛 萬人演講 線上都有可能 那所以影片在網路上 只是希望 多一點人知道 多一點人可以利用到這個資源 多一點人可以把英文再選擇 那就有什麼辦法 OK 所以下次 我預計了 然後看看時間對不對 預計時間應該是在 4月底吧 好 考試 因為中間會有放假 OK 所以今天是第四堂課 今天第四堂課 那所以4月份會有放假 所以我預計應該考試會在 30號這一點吧 左右 因為前一週我記得是放假的 我好像出國 OK 到時候我們群組會同事 好 第一個各位可以複習一下前面的 我們到時候來做做練習 看各位學習狀況 好 來請一下Flu Flu Flu該雅虎這樣認證 他立刻查那個 意大利詞原的感冒流感的單字 influenza 在群組裡面 好 所以後來呢 我就查那個 陰陰詞原字典的內容給各位看 你可以看群組看一下 好 他是1743年 然後歐洲的疾病到發發的時候 然後從意大利文的influenza 這個字借過來的 他的意思是傳染病的意思 OK Vesitation influenza 但是跟影響有關 跟星座的影響 所以古代人比較迷信 他會覺得是 哇 什麼什麼 凶星有沒有 凶星亮了 所以一定是這個星呢 人們不尊敬神啊 這我瞎掰的 人們不尊敬神啊 然後這個凶星出現了 於是呢 這個開始帶來人世間的災難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趕快要靜天地 然後才能夠得到福報這樣子 所以其實比較迷信的說法 OK 好 所以下面來請看例句 好 一起一下 she writes go she writes fluent French 所以後來當然變流利啊 因為flu flu 流嘛 下邊fluent 再來fuly 再來fuly ok 那剛才下課的時候 還有同學問到 像這種ate結尾 ory結尾 好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ate結尾 各位覺得是什麼詞 有形容詞對不對 但是也有 然後 動詞 對不對 比如說act 所以如果各位有下載那個電子書 二部字根 應該要選過吧 呼口 二部字根 空格電子書 210個電子書 ate 第一個字根叫做 A-C-H-E-G 所以 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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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能試用三天 試用三天 時間到不能用了 那這時候就要付錢註冊 然後激活這個軟件 再名字 activate 所以這個ate什麼詞 動詞啊對不對 那注意一下發音喔 再名字 activate 你會發現ate 你會發現ate在動詞的時候 它就會唸比較重的音 activate 有沒有它唸vate 但是ate有什麼 形容詞的用法 ate有什麼形容詞的用法呢 比如說這個字你注意聽一下喔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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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來聽一下private private 所以剛才同學問的 A-T-E有動詞 A-T-E有形容詞用法 那我怎麼分呢 基本原則很簡單 一定跟發音有關 如果它是當動詞用 就是本來它的慣用的動詞詞性的話 就重音ate ate ate 那當它當形容詞用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唸ate 因為太重了 所以它就變 earth 所以像私人的這個詞 例型一下private private ok 好 那 這邊要靠你不斷的去看 自根的群組 然後不斷的去練習 你就會慢慢慢慢有 容貴貫通出一些經驗 所以很難跟你百分之百說 一定怎樣 一定怎樣 有一些東西 是你要去累積到一定的量 那你就會開始有感覺 我們說的16到21次 那像ORY也是啦 有形容詞、有名詞 像ENT、AMT ENT、AMT 有名詞、有形容詞 什麼時候名詞、什麼時候形容詞 我可以舉例給你聽 但是我沒辦法告訴你規則 說這個一定怎樣 那個一定沒有辦法 我曾經在一個地方演講 中校東路 一位孫老師的教師那邊 他是教新制服的 然後呢 他在師大利博士班 後來跑到博碩士專班 多益專班上了課 所以他是新制服的公司的董事長 但是後來變成我學生 他先回去演講 那他就 他的學生跟他都一次問我資格的問題 老師這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都可以回答得出來 然後他們就有個疑問 他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最後村老師就只能這樣回答 就是說在他頭腦裡 對 因為他們問我都可以回答出來 但是問我為什麼 不一定解釋得出來 那我只能結論就是說 因為我研究了五年嘛 研究了五年 那你就會有Fu啊 有感覺啊 你就會有聯想 這個就這樣這樣這樣出來啊 就這樣 對我來說不用背 因為我是用理解出來的 聯想出來的 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之前好像有講過 例如這種結尾磁性的 有一個常見的 來請你一下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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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是不是常在字尾後面出現 你請你一下Able Able 所以可以吃的有兩個字 一個是白話的以前 Eatble 一個是文言的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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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母音代換 是不是可以把A變成I 所以是不是有另外一個形容詞結尾 叫Ible Ible Ible的I去掉I剩下誰 DLE 所以BLE也是形容詞結尾 再把B又省略剩下LE 所以LE也是形容詞結尾 接下來顛倒造字 在詞原學的另外一個進階概念 叫顛倒造字 LE再變EL也是形容詞結尾 然後EL又開始母音代換 所以AL 所以IL 甚至偶爾還有很少很少出現的 UL 通通是形容詞結尾 那同樣就說老師這怎麼背骨 我說不用背啊 因為它都是原則代換來的 Able 母音換成I Ible Ible BLE BLE 剩下LE 母音代換AL I 所以你要學的是那個概念 不是去背這幾個代換 不是 是學概念 就是母音代換的概念 省略的概念 還有編導造字的概念 才是根本 詞原的概念 你應該要知道的 OK 先排一下 所以我的建議 我的建議當然還是海詞查一下 然後聽一下發音 另外一個資料庫 我們之前也有提到過 叫巨庫 你就會用巨庫去查一些例據來看 The work on the factory floor is affected 它代表整個工廠啊 整個廠區的概念 但有時候是修詞 這個詞這個單字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每一個人講 我們都會中文 請問我們講的中文都一樣嗎 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 對不對 有一群人 他在某一個文化背景 家庭背景 社會背景 他們講的是一種話 另外一群人 可能就講的完全不同話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是語言使用的差異 再來就是修詞上面 我剛才舉一個例子 給養護聽 就是說 這個人要展開人生新的一頁 中文說人生新的一頁 請問 小輝同學問一下 余真嗎 小輝真 請問 展開人生新的一頁 英文你會用哪個字 用page 好 那想到page 剛才人物想到new life 那我想到老外用的叫new chapter chapter 老外用這個字 一張 ch ch apdr 章節的章 a new chapter of his life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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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像在萬華還是哪個夜市有一個叫賣歌 知道嗎 很會叫賣的 他以前當兄弟啊 然後被關了之後 浪子回頭金不換 然後最後呢 就決定要幫爸媽 這個扛家計 然後做一些叫賣的生意 然後後來就自己練自己練 一直練出叫賣歌的本領 所以你說 欸被那個 其實他是 他是 算是 他是幫人家去做啦 其實他自己好像沒有 他只是剛好在那一群人裡面 然後就被抓進去了這樣 那是以前混兄弟的 所以欸被關出來之後展開人生怎樣 the new chapter 那他真的有寫出嗎 當然不是啊 這是一個修辭的講法 the new chapter of my life 就是我人稱新的理念 ok chapter 所以沒有標準答案 就看你要寫到什麼樣的修辭 那通常當然在詩裡面 在散文裡面 他的用字會比較怎樣 浪漫一點 好 像舉例印度 法國人 好先講法國 法國人說 法國人在工作的時候是沒有靈魂的 因為工作的時候是 tavaya tavaya 翻成英文有兩個字 一個叫work工作 一個叫travel 所以法國人也不愛旅遊 因為旅遊是一件很累的事 tavaya 那個法文工作的字根 然後印度人說 記得在繁忙的生活當中 偶爾停下腳步 因為要讓你的靈魂這樣 跟上 有聽懂嗎 這當然是個浪漫的說法 如果你的靈魂跟身體分開 早就掛了 對不對 還怎麼讓靈魂跟上 好 所以這就是修辭 所以我們一樣用這個字 本來講法不一樣 就很有趣 還有這件詞 Jugger Jugger OK 好 所以我們回來 請看 35 請問一下fills 然後拒絕 請問一下refills 然後拒絕 refills 好 之前講其他字 可以讓我們講到這個 因為它跟decline c-l-i-n-e 這個字有關係 有一些名字叫decline decline 好 decline decline 排一下吧 來 拒絕 因為cline就是爬 哪個字 cline 別人叫你爬你不爬 於是叫拒絕 這名字decline cline cline 那後來有個字叫丟回去 j-e-c-t叫丟 你請問一下reject reject reject 那fills叫倒茶倒水的道理 好 所以請問 嗯 麗華 爸媽小時候一定有教 好 外面碰到陌生人倒飲料給你喝 可不可以喝 可以 不可以喝喔 你要把它怎樣 倒回去 refills refills 來請問一下refills refills ok 所以fills跟倒 倒水有關 那後來這個fills fills其實還變成什麼呢 變跟流亡有關 為什麼 你把水破在地上 水會怎麼走 亂走 叫四處流動 後來這個流的概念 就變成一個國家在戰爭 人民怎樣 四處流亡 所以水的流動 變成人民的流亡 所以之前的序利亞 現在序利亞不是這樣嗎 內戰啊 所以一個人往後坐跑啊 這些都往德國啊 為什麼 德國福利非常好 不是國內福利好而已 連難民的福利都很好 就是難民如果跑到德國去 現在當然封鎖了 那時候開放邊境的時候 他們覺得要人道處理 開放邊境的時候 你只要難民過來 德國政府還發fuckit money給你耶 發零用錢給你 因為我們要人道關懷嘛 進來的我們能夠容納的 就發零用錢給你 讓你不會餓死 第二個 免費叫你得穩 免費叫你得穩 因為讓你在德國今天有辦法有 使自己謀順的能力嘛 所以第一個先給你零用錢 第二個還叫你得穩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辦法找到工作 可能從fuck time開始變成fuck time fuck time開始可能想辦法讓你申請德國籍 哇 所以大家拚著命往德國好 因為福利非常好 後來德國也發現受不了了 承受不了 因為太多了 開始封閉這樣 好 所以在那裡是reviews 所以被拒絕了 被拒絕了 那真的很慘很慘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戰爭 所以是為什麼我們提倡這個正面的力量 對 因為那個戰爭真的很慘 我看過一個新聞 真的看得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下面兩個小朋友 一個四歲一個八九個月 就是序里亞難民 他們有的走陸路 有的走海路 那次的新聞是看到一個一歲大的小朋友 從水裡面被撈起來 真的很難過 非常難過 所以最好不要發生這種事 而且也是reviews 這個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 非常非常幸運 前兩天看到非洲 非洲另外一個 我忘記哪個地方了 他們因為資源非常缺乏 一年齁 那個河流只能開放一次 祭司他們是部落 祭司開放 現在開放 大家可以到河裡面抓魚 所以好像幾千人 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幾千人就湧入河裡面 然後呢 就嘴巴咬啊 手抓啊 就在抓那個河裡面的魚 就這樣 因為物資非常非常的缺乏 你看我們多幸運 我們是一課 黃沙集團 插比集團 你知道多少錢 要錢幾個年 不吃就好 找不到你 對不對 像這種落後地方的小朋友 上學一個月 台幣700塊就有了 好 所以盡你能力 然後這裡是 Defuse Go Defuse My Offer of Health 好 下面 Refuse Collector Defuse Collector 再來Refutable Refutably Refutably 好 再來請看 36 Greater Greater 跟等級有關 後來有個字叫 學帝學位 第什麼 Degree Degree D-E-G-R-E 那個Greater Greater 同一個字跟 所以第一個字請一下 Gradual Gradual Degree It's a process Gradual development 很好 C-E-S-S 來問一下 很好 什麼字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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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所以哪一個字 success success 對啊 如果你一秒鐘就想出來 酷情 那是你真的有把字跟記住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把字跟記住 那 來 這邊 對不對 16到20一次 來 進行一下success success 如果你還沒記起來沒關係 對 就趕快拍下來 好 多看幾次 多念幾次嘛 sucker sucker 下面 sense代表走 那有同學就會問啊 sucker怎麼有時候下面 有時候sucker 這個sucker 這個sucker 開頭又跟上面有關 那個是sur 所以當你越看越多很正常 你會進入混淆期 以前不混淆 因為你輸入根本太少 但是輸入越來越多之後就會混淆 混淆之後恭喜你就要 賣往下一步 就一一分清楚之後 你又到了這叫 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最後見三 又是三 OK 這很有趣 就不同的 台灣話叫 countdown 好 不同的等級跟程度了 好 所以這一次success success OK 很簡單跟少許換 當然還有很多 process procedure 這些都是 好 下面請問一下gradualism Gradualism Gradually Graduate Graduate這個字一定要背喔 Graduate 因為第一個它是動詞 叫什麼 畢業 第二個它也是名詞喔 叫什麼 生 畢業生 畢業跟畢業生當然是有關係的 那 更有趣的是它還當形容詞耶 Graduate 發音都一樣 所以像這個字 它是發音沒有變 它都一樣 Graduate School 叫什麼所 研究所 研究所 也就是大學畢業後去念的學校 很簡單 所以都要以畢業為一個核心概念去聯想它的周邊 延伸出來的 OK 就很簡單 還可以再延伸兩個 一個叫undergraduate 叫大學生 因為在大學畢業之下 一個叫postgraduate post 代表後面 所以大學畢業後一樣研究所 所以你有了graduate這個核心概念 就可以往它的周圍相關的群組去原生 我們上次應該有秀過那個百度腦圖 有嗎 新制圖 對對對 新制圖 大陸叫百度腦圖 它的線上版 有嗎 DUC 那個字根 類似這種根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整理出來 甚至電子書裡面的東西去整理出來 你可以整理自己的群組 比如說 DUC我會三個 我就整理三個 我會五個我就整理五個 如果不曉得老師在講什麼 請五個 前面三韓課有講過 好 好 下面請看 在7 一請一下 ColorBram Bram Bram代表母化 BG She had dispatched Pred telegrams to her father 她派了許多電報給她們爸爸 那這個跟圖畫有關 那下面請聽一下 叫Telegram Telegram Telegram Telegrams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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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grams pole Telegrams pole 講到這個電線桿很有趣 這個桿子是 本來是木棒木棍的意思 木棒木棍 那各位有沒有看過地球椅啊 有嗎 有嗎 會轉那個地球椅 地球椅請問是自己立在地上嗎 不是 它必須中間有一根桿子穿過去 OK 而且地球不是正著喔 地球是偏2、3.5度喔 它是斜的 有沒有 你看那個地球椅 它是有偏一個角度 那所以那個桿子後來很有趣喔 頭桿子變成了什麼 兩端 兩端 所以它本來是桿子 後來變什麼 後來變兩端啊 因為一個是在北邊 一個是在南邊 所以後來北極熊叫什麼貝爾 是不是叫Polar Bear 超有趣喔 Polar Be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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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美國人的禮語 把那個州警察官叫北極熊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你們 好 這有點像我舉例 我們台灣說那個賣不是 是 就是說買大量的票 然後來賺取差價的這群人 叫什麼牛 為什麼叫黃牛 阿灘 白新聞都說叫黃牛 他們是不是叫黃牛 是不是 一樣啊 鼠立語 有時候沒有道理 還有州警察官 就叫北極熊 為什麼阿灘 所以是穿很多 還是怎樣 不知道 每個地方都會有一些這種用法 台灣人說你這個人很機車喔 其實機車是髒話的 但是到了國語 就沒有那個髒話的感覺 所以在那裡是Polar Bear 那你跟大陸同胞說 欸 您真機車 在那裡說你大拔 你公交車 你這個大卡車 聽不懂在講什麼 這就是當地的屬立語 所以Polar Paul都記得啦 北極熊 就跟棍子的兩端有關 Pol 這個字跟人 好 那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上次去成都的時候 你去成都 四川成都 你幾乎看不到電線桿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不是地下化 它們全部有了偽裝 偽裝成樹 所以看到那個一根 然後好像真葉林那種樹的有沒有 那都是電線桿 所以他們故意把電線桿打扮成樹 所以那個我們去成都的時候 就是開車的是一個台灣人 他在大陸已經二十幾年了 然後他就考 他說 欸 這個大家老鄉來考一下 前面有沒有看到兩棵樹這樣子 但是不跟我們講 他說兩棵樹 你們猜一下這什麼樹種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猜啦 什麼幻木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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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真葉啊 什麼都開始猜 然後我們看到那下面的時候 他說這電線桿 電線桿 等一下去成都 如果你看到那個樹 看起來很整齊的樹 你就知道那個電線桿 那不是樹 非常有趣 就真的偶爾要出去走一走 你會看到更多東西 來 台灣有沒有把電線桿弄成樹 沒有啊 對啊只有成都這樣弄 那成都為什麼這樣弄 因為成都上次那個很嚴重的汶川大地震 四川很嚴重 所以他整個全部震華了 那震華了 性與不性 不性大概有人死傷喔 那性的是 他乾脆整個重建 那整個重都 成都就整個重改 整個重改 反而你知道嗎 如果到成都去 那上次去之前 我去過深郡 有人念深圳 我去過幾個地方 那發現 還是沒有台灣進步嘛 那上一次去成都 但是我發現 那比新義區還繁華 比新義區 好 它有一個亞洲最大的購物 全亞洲最大的 那為什麼它有這個條件 很簡單 因為上次地震 全部都震華了 那既然震華了 政府就說 我們全部重改 既然要蓋 我們就蓋全亞洲最大的 然後就 好大的喔 對 超誇張 對 有時候很難講 38一寫一下 Graph 也是圖畫 來下面 pho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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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光 不然是圖畫 這跟以前在暗房洗照片有關 太年輕應該聽不懂 我來講什麼 因為 有用過底片拍照的同學舉個手 還不多啦 請放下來 因為有些人跟我們說 蛤 什麼是底片 以前要膠卷 底片要裝進去的 來 一句 I took a photograph of my girl OK 下面 photographer photographic photographic 好 現在IC什麼詞 形容詞 結尾 photographic exhibition graphic exhibition 這叫展示展覽 HIV代表有 反應有的東西拿出來 所以叫展覽 很簡單 SI19最後兩個 然後進行一下 progress pro 往哪邊 往前面 哪一句 被maine m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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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風 是不是 對 如果你想要看這個爬山的電影 人如何跟大自然搏鬥 這部電影裡面就有 下面一個叫 欸我前兩天在我的Facebook 投了一個那個 take a rain check 有看到嗎 take a rain check 這就是美國人口語很常聽到的 改天 改天 你千萬不要翻 change a day 真的很爽 這樣 take a rain check 然後結了一張圖 就是在高年級實習生裡面 有一個段落 裡面就用到這個片 take a rain check 對 take a rain check 我們改天吧 它的來源是球賽 比如說本來今天要舉辦一個球賽 就下大雨了 這種露天的球賽無法舉行 怎麼辦呢 它就會廣播 請這個觀眾呢 今天的門票拿去我們的櫃台 去換一張票 叫做rain check 就是改天的門票 那下次我們會再通知大家 或者在這個電視上宣布 網路上宣布 幾月幾號來辦這個比賽 那你就拿這張rain check 就可以來參加這次的比賽 看比賽這樣 所以take a rain check 後來就變成改天 因為下雨天不能舉行 它是有原因的 好 然後下面一集一張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ion progression progressionist ok 所以al 形容詞結尾 ISD 代表人 所以像這種結尾是不是看來看去 看多了之後就不用背啦 其實我們真正的目的不是用背的 我們真正的目的是能積出分析的經驗 那就越來越簡單 最基本概念叫刺手、刺根、刺尾 因為刺基本上可以分三個部分 刺的前面叫刺手 像progress progressional 好了齁 來我用這個來示範一下 像progressional pro 刺手 刺的前面部分 gress 刺根 sioa 刺尾 al 刺尾 所以這個字 雙重刺尾 它有兩個字尾 它第一個字尾是名詞的 sion 它第二個字尾是形容詞的 那所以刺手決定什麼? 刺利 再講一次喔 刺手決定什麼? 刺利 因為刺手有時候會有否定的啊 比如說on啊 this啊 有沒有 i-l-i-r-i-n-i-n 這種會決定刺利是肯定還是否定 比如說有禮貌 polite 沒禮貌 inpolite 所以它就決定刺利 那字尾決定什麼? 磁性 最後那個字尾決定這個字是什麼? 磁性 ok 所以像progression 它就是名詞 progressional 它就是喜歡詞 progressionist 它又是名詞 但IST代表人 所以它是一個激進的 進步論者 改革論者 ok 好 事實 哇 事實這一句很長啊 我們來挑戰一下 來選一下habit habit habit habit很簡單 我補充一個字叫 in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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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居住 它就等於一個pain這樣 in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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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有個興趣事號叫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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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字根 那哪一個同一個字根呢? 有沒有 哪一個字? have 他們都是have的字根 have habit habit 剛才那個展覽展示 也是都同一個字根 所以有了這一層理解 就會覺得太簡單了 好 所以來第一句練看看 會不會太巧 OK I would even have some of let's go some of the WTO causes such as market entering covocation and national treatment causes which ask for the host country to cancel monopoly and treat foreigners the same as it has happened the business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Chinese banking operation 哇 各位 你知道主詞到哪裡嗎? 主詞到第三行 may之前全部都是主詞 這個厲害吧 這個厲害吧 好 寫作課閱讀課應該拿這一句去分析一下 前面全部都是主詞 動詞開始 main path 受詞 negative effect 借系詞片語補充 on Chinese banking operation OK WTO條款在中國銀行業存在著 有利跟不利之處期 對中國銀行業最不利之處 當屬有關市場損入 與國民待遇條款 前者要求東盜國開放本國市場 並取消賺金 這個工錢 所以說如果你不是研究經濟 或跟財稅有關的人 大概聽不懂才會講什麼 所以不是會中文就都懂 了解 這個有那種專業知識的落差 好 好 下面habitate habitation hab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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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ping habital OK 今天到這邊 有問題也有問題 小時間 拜拜 記得要報到喔 今天這個簽到簽到 簽到目前才13個人 還沒簽到的同學 群組簽到一下 謝謝